我愛你 我的娘 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到城門 他們認得我們在蘇家的人 以為不絕對騙我們回來了 我都留在這裡 為什麼還要扣押他們? 真的不知道皇上想怎麼樣? 盛子到 不是要抄家吧? 真是雷澤龜妹?空多吉小 蘇式摺子? 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帝照若 御史忠誠蘇式立即入宮延盛 因此… 遵旨 參見皇上 你很大膽 要朕三催四請才肯入宮 還不肯上任新職 皇上,微臣的屁股真的沒好 所以才沒上任而已 借口而已吧 微臣不敢 如果皇上不相信 微臣可以讓屁股皇上看看 豈有此理 你竟然要朕看你那裡? 微臣之罪 微臣並不是這個意思,皇上 吉祥 皇上 查這些? 去 皇上要不要脫褲子? 當然要脫褲子,脫褲子 脫褲子 微臣求皇上開恩 臣懇請皇上 你放過蘇大人吧 算了,不看了 就算你脫褲子 也不及朕這個實的的好看 朕今天心情大靚,不治你罪 不過,下筆為例 謝皇上 至於御史終成一職 皇卿家已經印賤了一個 才智比你高百倍的人 現在不用你來做 謝皇上 蘇東坡,多謝皇上出手相在 是,與我無關 是,你不要表錯誤 是皇上主動找些東西 來替我交換 是? 他要我以後不再反對他 立琴操為妃 聽皇丞相你這麼說 就是你也贊成皇上立琴操為妃 皇上三分四次想立琴操為妃 顯然他主義已決 但是,現在又沒有了太后的阻攔 立琴操為妃,只是遲早的事 與其皇上又不知道 把什麼藉口搬出來 倒不如我們就純粹推周 答應皇上的要求 順便可以幫你解圍 何樂而不為 不過,這次連累蘇大人 你無法作勝,也不只是好事 也就是壞事 夫人,別哭了,你哭得這麼淒涼 令我都哭了 沒事了…現在遇過天青 我沒事了,很開心我們又可以一家團聚 當然了,實在太好了 你聽到我肚鼓鼓聲嗎?我肚餓了 不如你進廚房看看有沒有東西吃 好,扭扭扭扭,當然要一家單單 我立刻住 謝謝 兒子,你又怎麼哭?娘哭完後來 你哭什麼? 我以為可以回家鄉親節 不過不用讀書,直至現在… 以為你說什麼 你說來說去都是想偷懶不讀書,對吧? 是啊 好,既然你這麼說是吧? 反正老師都不教爹厲害了 回家鄉親自教你,那行嗎? 太好了 二舅兄化險為二 大家應該開心才是,別再哭了 突然從地獄上來天堂,激動 我們這一包眼淚鼓鼓了很久了 三舅嫂,沒事吧? 怎麼你呆了? 是不是怕一隻尾回暈? 是啊,其實我剛才在想 三姑爺,你知不知道我掛的確很準 是啊… 可能我們背後有個大貴人扶持住 菩薩,每年我都添了這麼多香油給你 你沒理由不保佑我龍馬精神,凍藥脫兔 如果你再不幫我驅走身體裡的病魔 明年我就轉去原字旨了 這個沒本心的人又會來拜神? 連租康也拋棄得,菩薩也不會保佑 柳姑娘,請你不要亂說話 當初是你逼我在休書上滑額的 我是喜歡亂說話的 我叫你去死,又不叫你去死? 拜託你,不要亂說話,立刻厚得 你這樣說話的話,遲早有報應 好啊,那就報應我 越來越有錢,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白滑 若然未報,時辰未到而已 你這樣來揍我? 好,我也揍你 沒飯開,沒工做 去行黑也沒人撕捨 死也連張石也沒… 你… 你這人是這樣的,你罵我就算了 你還要瞄人 我…我是瞄你,行不行? 你看看你的樣子,你像不像女人? 你…你欠眉弄眼,兇神惡煞 你還要嘴瞄瞄瞄 是嗎?怎樣? 可以怎樣?我沒眼看 你不是要我喝這碗吧? 當然不是,這些才是嘛 可惡我 其實上次喝完你的神藥之後 我已經很多七七八八了 但不知為什麼 今天突然之間又不見了 連眼睛都閉不睜 那我以後怎麼睡覺? 喝了那些神仙水才說吧 怎麼樣? 那個臉就好了 你又說沒效? 對了,你認識不認識那個 放跪你生意的新老闆? 我認識 他本來有腳腫 然後喝完你的轉運燒腫湯之後 就發過豬頭,豬籠入水 我想問,其實像我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因為我的嘴唇壞 所以令我有得過這個怪病呢? 壞就壞了 不過就不是你壞 你這個怪病就來源於你的家業 因為你的家業就是怨氣雙聰 家業? 怨氣很重,還撲起來 就算你喝完這整罐的神仙水 也沒用 怎麼會死的? 不會,今天我和你相遇總算還是有緣人 這樣吧 我幫你上一個破虎尋舟的方法 破虎尋舟? 好,你的家業有怨氣 你就把家業全部都給我 我就來一個鬼暗眼法 讓鬼神騙著他 到時候那些怨氣化解之後 我又把家業給你 那就神不知鬼不覺 鬼暗眼?好 阿頭,我們今天是羅漢請觀音 一定要盡興,來,乾杯 來,阿頭,乾杯 乾杯 乾杯,乾杯 乾杯 大爺,大雄弟子到了 來… 走… 這位是我們新來的美美,精花人 你呢? 新來就對了,我們阿頭也有第一次來 坐下… 說什麼? 夠你喝吧,好,自己照顧自己 也不是阿頭 說明喝花酒,怎能沒有花姑娘的醬油 當然了,美美,好好招呼客人 大爺 妹妹 怎麼這麼害羞? 阿嫂… 不是你們的,阿嫂,你們不懂的 你抓…出來… 發生什麼事?阿嫂 我已經沒做你阿嫂很久了 拉我出來幹什麼? 不是吧,你在這裡做,阿少柔他知不知 還提起秦少柔三個字? 要不是他,我會弄神感 就算我將來露宿街,我也不會求他 明白嗎? 明白… 走吧 阿嫂,阿嫂,阿嫂,今天早朝一早就入宮了 是嗎? 有什麼事?很重要的嗎? 沒事… 是關於老爺的嗎? 是關於老爺的嗎?你說吧 是…阿嫂,阿嫂… 我不是在這裡,你剛才叫了嗎? 我不是叫你阿嫂 我是叫阿少柔以前那個,那個阿嫂 他不是回鄉了嗎?你看到他嗎? 他在妓院當花姑娘 什麼?花姑娘? 我想了一整晚了,應不應該跟少柔說呢? 其實我打算不說了 大作原被人發現了,傳了出去 影響到他仕途的 你說得對,如果被人知道了 老爺一定會成為少柔 你聽我說,一早豁出去 你看,大受歡迎了 今天早上有個恩霞一早關了房 指明要你服侍了 大爺,我們薇薇來了 薇薇,你招呼客人吧 大爺,薇薇幫你打一下骨頭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這樣作賤自己? 關你什麼事?撞完夫人 你有勢有的可以做第二份工作 我有樣,有身材 不做這件事很浪費 還有,我的事與你無關 現在不只是你的事 你這樣才會影響老爺的聲譽 我也知道你不會這麼好死 故意來關心我 原來你擔心我一向秦少爺的明星 這樣嗎?我就更加要在這裡做了 如果不是你,我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我…以前的事,不管是誰適合誰適合 不如我給你一筆錢,你拿去贖身 然後再回鄉下照顧你家人吧 此為何不稀罕,我總是在這裡做 怎麼樣? 你真不謊不說,明明是你先坐在這裡 夠了 我不想聽你說話,你馬上跟我走 不,你別再做這件事 小蝶,幫大爺倒茶倒茶倒茶 小蝶,快點,快點,快點 你拿去小蝶,算不算 你聽我說,不聽 姑娘也來找花姑娘? 她不是普通的姑娘 她是當今的狀元夫人 叔妹,秦少爺的娘子 狀元夫人也來記於禁棋? 她是當今的狀元夫人 來找我這個前任的狀元夫人 你說方不方偽呢? 是嗎?不是吧? 是嗎?前藏元夫人也來做花姑娘 那真是奇妙 原來兩位都是狀元夫人? 難怪特別漂亮,尤其是你 我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 不要這樣就好奇 薇薇,原來你是狀元夫人 我是前任姐,我被人休了 前任也好,現任也好 只要你有狀元夫人這個名銜 難了,就身價百倍了 拿出去燒掉 是 蘇東方,枉你自命財智過人 酒不成文 你竟然寫出這樣的喜戀 皇上息怒,微臣絕無敷衍之義 要不是敷衍,就是由心而發 你根本就沒替朕高興 微臣更加不敢 秦卿家,你認為他寫得怎麼樣? 當然還可以斟酌 如果皇上不喜歡,臣可以代路 朕不要說要你寫,朕要蘇東方寫 皇上,微臣會回去再三思量 寫過一對更好的喜戀獻給皇上 好,朕再給你一次機會 走你三天內再呈上 謝皇上 各位卿家聽著 立非一事已成定局 仲卿家要做好準備 務必事事周全 不可以有半點差池 遵旨 退朝 退朝 黃丞相田卿家,你們一陣到御書房 就沒有很重要的國事要跟你們商討 是 皇上剛才明明是針對 要當眾到你們的面子 小心隔場有意 皇上針對我好 好,我不想你都受到牽連,知道嗎? 老爺,二哥 小妹,你怎麼穿成這樣? 你去哪裡? 我去著妓院 淑薇去了妓院賣笑 她又搞什麼花樣?我去罵醒她 慢著,淑薇這樣做擺明就是想報復 如果你去找她,就把她都打算 難道我們任由她? 放心,這件事交給我處理 我去看妓妓藏妍夫人代賣 是… 好… 今天祝妓妓生意套套大展紅頭 好… 今天我們妓妓書專個貴 以藏元夫人身分示酒 大家公開鏡頭吧 鏡頭看價,一百罐一萬 百二 我出百五 五百罐 五百 二,有沒有大爺多過五百? 沒有,是你了,大爺 她回家,幹什麼? 拿走 幹什麼? 幹什麼? 站起來 慣婦人徐淑薇,連犯兩罪 第一,身在教科,卻沒有登記記席 即是無牌作業 第二,假借藏元夫人之名 如目混絕,招搖撞騙 大人冤枉 第一,登記記席之事 乃是保母的責任,我毫不知情 第二,民府的確確是藏元夫人 只是前任而已 我具具屬實,並無虛言 還說沒有? 你已經被休,早就不是藏元夫人 你看看你這塊牌 根本沒有顯示你是前任 有啊,前字就在右上角 其實大人看得清楚並不重要 要知道我是否假借藏元夫人之名 大可以傳召秦少佑上來作證 這麼少事要傳朝廷命本來對補公託 荒謬 根據律例,我絕對有權這樣做 如果大人不是根據律例來審案的話 就是信私 我一定會追究,一定會告上大理寺 有我在,你不用告上大理寺 徐淑薇,你也挺大膽的 你嫁給秦少佑的時候 他根本還沒中舉 你給他寫優書的時候 他根本還沒做藏元 既然你們成親至離異這段時間 秦少佑都沒做過半天的藏元 你又哪有資格稱得上是藏元夫人 我… 如今你假借藏元夫人的身分作招來 你還說不是全心欺詐? 現在證據拘載,罪名成立,你不得抵賴 但是當日你還是和我… 你閉嘴 本官就念在你出身可憐 恩准你脫席,之後遣返故鄉 從此不得踏進京城半步 好,將藏元夫人先行收監 擔任遣返 蘇東波,你就是假光的就是屍 你和徐師又假光的就是蛇鼠 我不會就這麼傷人 我要就不去破壞 你看看這裡,是納妃所需要的儀式 而這裡就是文武百官送禮的清單 怎麼樣? 你不喜歡嗎? 不是 有件事你一定喜歡的 就是朕已經邀請了西夏國和遼國的時節 一起來見證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總之就有這麼隆重,得這麼隆重 但是皇上只是納妃,又不是冊封皇后 邀請別國使節,於利巴阿伯 你在朕心目中比皇后更重要 和尚言忠 吉祥,先收起份清單 是,皇上 怎麼了?你是不是不想這麼隆重? 琴操是不想招隱口公道的 也對的,那就交給皇安石處理吧 他最妥當 為什麼不交給蘇東波呢?他很清閑 這個蘇東波最麻煩 朕明明他寫一對喜戀 沒有適合朕心意 不過他就算再交來 朕也會退回頭,叫他再寫過 現在他清病請假 恐怕不知道怎麼向朕交差而已 好了…我們不說這些了 不如讓琴操彈走一曲給皇上聽吧 都是琴操你最了解朕 琴操既閘,二族交歡 敬持新恩,六禮筆 朕姐 誰? 夫人,你什麼時候進來? 你只是在那邊混合 人家進來也看不到 是嗎? 你的眼什麼事? 沒有,剛才看書可能看得久 一字變成兩字 別人教我看書看得久 如果有這種情況出現 就打一圈,打十字,那就會好些了 我試試吧 那你現在好些了嗎? 好多了,我看到有三個夫人 夫人… 你又想嗎? 我當然想 不過我知道沒什麼可能 所以我已經死了一條心了 要不,夫人,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 你不用在春陽方看舖嗎? 人家擔心你,就早點回來 我已經請了很多對喜戀給皇上選 皇上也是選不正確 再這樣下去,那三十大板 都沒走路了,夫人 一想起那三十大板,我一頭都射了 來吧,我幫你喝多一下了 行不行嗎? 行 夫人,我頭射了 你還吞我暈眩不然還痛 不用了,我頭一會兒沒事的 你呀,我當然是整天都不夠睡 弄得頭射了 我煲你的凌晨湯 我看你煲好了嗎?拿來給你喝 夫人 老爺 說吧 琴操姑娘來了找你 是嗎?什麼都別說,帶她進書房 是 阿大人,別了,我也想出來走走 帶她去花園 聽說蘇大人身體不適 在花園會面怕不怕被風吹傷嗎? 其實我不是不舒服 只不過我最近真的睡得不好 整天都睡醒醒醒醒,心掛掛 所以就沒精神上潮 琴操姑娘,你真是有心 蘇大人,你學父誤居 寫起戀對你來說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你沒事吧? 沒有…我最近也是這樣 一聽到喜戀兩個字 我馬上心掛掛頭射射 沒事的… 我嘗試幫你按餘胃 琴操姑娘,你快是皇上的愛妃 我們這樣好像不太好 被人看到就閉嘴火了 蘇大人是因為起戀而頭痛 琴操替你按摩 也是想蘇大人你可以早日完成起戀 我們光明正大,皇上怎麼會怪罪呢 你放心吧 好… 好一點嗎? 好很多,很舒服 琴操姑娘,想不到你連月位按摩都認識 我閒時有看開醫書 有一本叫密缺的 上面記載過月位按摩的功效 是嗎?我只以為你精通琴其書話 想不到你連月位按摩都有研究 琴操姑娘,靜靜告訴你 琴操姐,其實你的手勢 我覺得比我夫人更舒服 好舒服 好舒服 老爺,你的樣子好像好很多 謝謝你,琴操姑娘 蘇夫人客氣了 可惜按喻只能夠治標 如果要接本的話 要加上泰白山的人心湯 才能夠跟治 只可惜泰白山的人心 在遼國境地生長 比天山樹蓮還貴 真是有錢也買不到 老爺呢? 還是喝我煲的好湯吧? 當然是,當然是吧? 當然 麻煩夫人,夫人,我去一勾洗一下 沒花沒架,這就是你鎮店之寶 泰白山人心 是嗎? 但是它不是很長的 這樣叫鎮店之寶? 是吧?這裡深城半尺長 還沒夠嗎? 那多少錢? 一口價,三十罐 老闆,其實我可否再便宜一點 我做生意不老是鐵價不易的 你不買就算了 阿桂,給我收起來 是 等等… 嫂子,這裡賣多少錢? 三十罐 我在另一邊市集的藥廠 怎麼問過的? 他們泰白山人心湯 只賣二十五罐,不用在這裡買 真的嗎? 不可能,除了我們全京城所有的藥店 應該不會還有貨 就是有 本來他們也不肯便宜給我 不過我說,如果蘇大人喝完 覺得好,就幫他們宣傳 到時候還不欺負雲來? 他們一聽到就立即便宜賣給我 既然老闆,你一向堅持鐵價不易 我也不想你破壞規矩 下次有機會我再光顧你 是… 請留步,我一向好樣貌蘇大人 價錢一樣,就二十五罐,好嗎? 二十罐 幸好有你 否則我真的捨不得買 但我之前真的問過其他藥材店 他們說買光了 我騙過老闆 他貼著自己放完粥就坐地起 我想教訓了他很久了 你真是很狡猾的 那支芯,我猜都可以煮到兩三碗 最多我預算給三姑爺 當日謝謝你 不要了,我怕太抱得住 蘇夫人… 主人知道蘇大人頭痛 就叫我拿一支大白芯來給你們 希望可以有幫助 有心了,多少錢? 主人說不要跟他計錢 是他的小小意思 那就麻煩你拿回去給琴操姑娘 說我們無功不受錄 況且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真的不是很方便收禮物 主人也是借花敬佛送給蘇大人 借花敬佛? 難道芯原先是在宮裡頭的? 收了它吧 人家這麼有心送一支人心給我 你怎麼拒絕人? 會不會不太好意思? 我自己剛買了,幹嘛要用別人呢? 更何況琴操姑娘的煎人心這麼矜貴 我哪能受得起? 那夫人也說得對 煎人心這麼矜貴 你說要我送東西給她 我們哪能送得起? 對,給她一份給她 順便你又可以送她的時候見一下她 說不定她幫你月位按摩吧 以為你說什麼?原來說這些 說真的,夫人 琴操她按月位多厲害也好 也不及夫人煮愛心人心湯 當然了,還要加上那個愛心木薑紙枕頭 我浸了幾天,什麼頭痛都沒了 直到腰弱直到,肚腩也小了 口甜蝕話 當然不是口甜蝕話 我是說真的,夫人 不過這樣,夫人 那個木薑紙枕頭 那些味道都能遷出七八八 不如我們找一天去摘木薑紙吧 那你的喜戀怎麼樣? 反正我跟皇上請假,說不然去到那裡 只剩下我們兩個 我會有很多很多靈感都不定 就這樣說好不好,夫人? 夫人,這裡空氣清新 加上木薑紙的香味,真的聞一聞 零瀉精神,不想你聞 是不是? 很香 大力,傻一傻 夫人,我跟你玩個遊戲 什麼? 我們鬥撿木薑紙,看看誰撿得多 如果我贏了,你就疼我一口 如果你贏了,我就疼你一口,怎麼樣? 這樣你豈不是很著數? 不是,我覺得你比較著數 不行,如果我贏了,你幫我按摩 按摩,沒問題 如果我贏了,怎麼辦? 怎麼辦? 到時候才算了 三二一開始 你這個壞蛋 你要嗎? 老人, 怎麼紮紮斷了手?夠了嗎? 不是, 老爺, 聽不懂有人聲音? 聽到 你也聽到嗎? 很清楚了, 就是你的聲音 說真的? 哪有人聲音?就是你的聲音 行了…不用裝模作樣 我知道今天玩得夠玩得累 算了…走了…走… 慢著, 孤兒, 敢不敢說得到嗎? 我疼你 老爺, 我幫你借了木薑紙枕頭 來, 起來 來, 放這個 好香, 夫人 老爺, 不如你拿你的香囊來 我幫你放一些新的木薑紙, 好嗎?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你自己找 你自己放在哪裡? 找到了, 這裡 一心想著來這裡少住幾天 就會有多點靈感 幫我往上寫那對喜戀 誰知道來到這裡, 還沒停過手 不然撿木薑紙就去幫夫人按摩 你現在有多苦 不過我按了幾下就在這裡炸死 你難為我天天去照顧你 是, 夫人說的話永遠是對的 夫人, 請二玉報過來 讓我浸一下你的玉大腿, 行嗎? 來吧 好 來吧 煩了, 夫人 你差點傻了我下床, 夫人 是呀…我幫我 來吧, 真的舒服 你什麼唐姐? 這樣都被你猜到 你不再喝醋了嗎? 你傻的, 女人誰不喝醋? 不過我想到唐姐不然這麼早離開 我就嫁不住給你, 還喝什麼醋? 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我蘇東坡又不是長得英俊 又不是年輕 為什麼你和你唐姐 都會對我這麼死心塌地? 真的不知道 那你是個天安排吧 你不讓有一天 不行, 我突然不喜歡你 然後我會離開你嗎? 你想也別想, 別再遲意 所以我問你, 我有辦法困住你 我一定會把這隻龍蚵子掏著你 讓你這輩子也跑不掉 我不會讓你離開我的 老爺 老爺, 你這麼破廢 當然了, 要一隻女孩幫你做事 都來不中的 餵她多吃兩條紅蘿蔔, 哄她 好啊, 那我以後也做女孩 你要多哄我 好啊 我來囉, commun遲到 我哄郎呢? 出去了哪兒呢? 夫人, 我睡醒了, 你在哪兒? 難道夫人特意躲起來跟我玩? 好, 我就跟你玩, 捉醫恩嘛 怎麼會有這麼多血? 夫人 這個鄉人不是我的嗎? 夫人… 夫人, 你在哪兒? 二嫂 二嫂, 你在哪兒? 二嫂 夫人… 怎麼樣? 蘇大人, 周圍牙利我們都搜過了 不見夫人蹤影, 還沒發現有屍骸 你們先收回衙門吧 遵命 二哥, 為什麼不繼續找? 是呀 你們聽不到嗎?她說什麼都找不到 夫人, 她去哪兒去了? 糟了, 二伯, 這裡這麼荒涼 會不會被野獸帶走呢? 不會是野獸, 如果被野獸吃了 是會留下很大灘血和爛衣服 現在沒有 老爺…有信 夫人被人綁架 封信給我給你的? 是那個小孩 我接封信, 她一枝枝這樣走了 既然是綁架, 她要什麼條件? 要多少贖金? 那些綁匪要四十五罐 拿去半山亭 不准報官 否則準備幫夫人收事 四十五罐這個數目這麼少 沒理由會以為我們給不起 你怕拿不起來就好過了 那些綁匪要的贖金 全部都是欺凌重補 一個欺凌重補當山文遲 那四十五罐錢 怎麼整萬五個重補? 這麼重, 怎麼拿呢? 來, 蕭柔, 麻煩你幫我準備 好, 我去找王城上幫忙 貴上, 大妹 你們兩個負責點數和分袋 那我呢? 你和我一起去交贖金 我? 那些綁匪指明要你和我一起去交贖金 是嗎? 你是誰? 綠美? 你遷我來幹什麼? 你的臉… 在我被他們押分後的途中 那些綁匪指明是一禽獸 他們竟然侮辱了他們 但是最後, 我也殺死了他們 為什麼不讓我把這條山路走? 我們也是為了你好 希望你可以回鄉下 重新過生生活 過生生活 好可憐 有得救死東坡 你知不知道嗎? 還有… 你也是綁匪 他還在我身上的基督 你們一定要還給我… 各位英雄, 在下蘇東坡 已經依照你們的吩咐 帶了通報來了 請大家高抬貴手 收了通報之後 就放了我夫人, 好嗎? 英雄 聽不聽到嗎? 這個時候 蘇東坡兩兄妹 應該在我本身的亭動 全都是 是 宋媚, 你放我走 我不會告訴公公 只是你抓我的 我一定不會放你走 否則 我的計劃怎麼有意思? 誰知道 怎麼等了這麼久 一點動靜都沒有? 各位英雄 各位英雄 如果你們不想見我 如果你們不想見我 就給我提示 我看要怎麼把錢交給你們 交給你們 你想怎麼樣? 我要收拾十倍鳳環 但是打在她身上最多是肉痛 打在你身上, 她會心痛 不是 打在你身上 把人 打算 阿賣, 別哭了, 沒事的 放心吧, 賣, 你後兩人這麼好 他一定會激人天上, 是不是? 姑娘, 不如你預約一預約 看看後兩這次會不會痊癒 好啊, 我們姑且一試 好, 來, 童子手, 抽個字 是個慶子, 泰姆 慶賀, 慶祝, 不用測也只是好字 是呀… 玉神兄, 你笑得這麼勉強? 官人, 你別瞞我們, 有什麼直說 那實不相瞞, 慶… 慶祖的腳是憂慮的憂字 情況令人擔憂 那字頭呢? 慶祖的頭是個鹿字 鹿的腳好像斷了手斷了腳 還有兩把匕首, 一樣不刺你 不看頭不看腳, 單看字面 慶祖這麼好, 一定是好事 是呀 可以這麼想的 但是慶祖也可以解釣慶 紅事白事都可以的 沒事的, 阿曼 怎麼樣?成太二 我連私人珍藏的太白山人身亡 都拿來被蘇夫人陷著屌尾 那我夫人現在有情況, 究竟是怎樣才行? 蘇夫人本來就是身脂虛弱 一時間頭和雙手受傷, 流這麼多血 怨氣大創, 脈象似有還無 可不可以大鵬南哥, 就要靠夫人自己了 我愛你, 愛你, 愛你 我愛你, 愛你